好,请愿愿看一下 我们这个第六圈呢 这26针一直勾好了 勾好之后呢 我们勾一个变色针 然后翻转过来 我们倒着往回勾 我们先勾好24个短针 不再往前勾了 我们是倒着往回勾 先勾好24个短针 剩下两个针眼 大家跟着我来勾一下 好了,勾好这24针之后呢 还剩下两针 把这两针呢,剪为一针 我们开始剪针方法 挑起一针,拉线过来 然后再挑起一针 拉线过来 然后三个线圈并针并在一起 好,这样就剪为一针了 第七行就完成了 然后勾一个变子针 翻转过来 我们开始勾第八行 第八行呢 我们先勾23个长针 我们开始长针的勾法 勾针绕住线 然后呢 穿针进去 拉线出来 然后呢 把前面两个线圈 拉线并在一起 再把这两个线圈并在一起 这是一个长针 接下来在每一个针眼里面 对应勾上一个长针 大家跟着我呢 先连续勾好23个长针 好了 我们把这23个长针勾好之后呢 还剩下两个针眼 那么这两个针眼呢 我们勾一个长针的减针 首先 再到手第二针里面穿针 拉线出来 然后呢 并一次针 就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在最后的一个针眼里面穿针 再这样勾出一针 绕线 穿针 拉线出来 并一次针 然后把三个线圈并针并在一起 这样就可以了 把线拉过来 直接剪断 我们这领子这一部分就完成了 然后呢 这样向下翻折下去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再把这线尾这一部分呢 给它藏一藏 修剪一下就可以了 长的部分直接剪断 把这地方藏一藏 直接剪断 这个线尾呢 我们也给它藏一藏 残后剪断之后呢 也剪断 我们这个领子这一部分就完成了 好了 我们接下来继续勾袖子的部分 那么这个袖子的部分呢 我们就从这个衣服的第十九圈 而控开的这六针的这个位置穿针 那么我们都知道呢 我们这个地方控开了六针 对吧 那么我们控开前面两针 从第三针的这个针牙这个位置穿针 把线带进来 把线带进来 先勾一个变字针 然后还从这一针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短针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后面的三个针牙 全部勾上短针 总共是四个短针 好了 勾好这四个短针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在哪里穿针呢 我们知道下边控开六个短针 上面呢 我们是勾了六个辫子针的 所以呢 我们就在这六个辫子针上面穿针 再对应地勾出六个短针 我们来勾一下 挑剩下的半针 勾上短针 一针 两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六针 好勾好之后呢 我们再把前面的这两个针牙 勾上两个短针 好 这一整圈呢 总共是有十二个短针 接下来我们 连接一下 第一圈就完成了 十二个短针 那么接下来呢 还是用这个白色线来勾 勾这十二个短针 先勾一个并子针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勾十一个短针 第十二针呢 我们来换色 这个袖子部分的勾法呢 和我们这个身体部分的勾法是一样的 两行一换色 两行一换色 我们先勾两行白色 好 最后一针呢 我们来换色 换成这个黄色 换色方法呢 和我们那个衣服主体部分的换色方法是一样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先穿针进去 然后拉线出来 带入黄色线 用黄色线并针 然后呢 用黄色线进行这个引发连接 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两圈呢 就用黄色线来勾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两圈一换色 两圈一换色 一直勾到第十四圈 那么接下来的第十五圈到第十八圈呢 全部用这个黄色线来勾就可以了 大家跟着我呢 这样一直勾下去 好 请问问看一下 我们这袖子部分就这样给它勾好了 两行白色 两行黄色 这样交替勾 勾到第十四圈 后面的这个第十五圈到第十八圈 都是用黄色线来勾就可以了 按这个方法呢 把这个袖子勾好 然后再把另外一个袖子呢 也这样勾好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这个衣服 整体就完成了 非常好看的一个夹色 长袖小毛衣 就这样给它勾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勾这个靴子的部分 首先呢 我们跟着屏幕上方的图解 一直勾到靴子的第四圈 那么勾好之后呢 我们继续勾第五圈 我们先勾六个短针 二 三 四 五 六 好 勾好之后 我们勾一个变四针 然后翻转 勾第六行 然后呢 还是对应勾六个短针 每一个针牙里面 都应勾上一针 好 第六行勾好了 然后勾一个变四针 翻转 我们勾第七行 第七行呢 我们来剪针 首先把前面两针 并为一针 我们先在第一个短针 针牙里面穿针 大家看一下 穿针进去 拉线出来 先不要并针 然后第二针针牙里面穿针 拉线出来 三个线圈 并针并在一起 这样的话呢 两针就减为一针了 这个是我们片勾的 短针减针的方法 接下来中间勾两个短针 然后呢 再把剩下的这两个针牙 也是给它两针减为一针 第七行勾好之后呢 就剩下了四针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勾 第八行 先勾一个辫子针 然后呢 翻转过来 第八行呢 连续勾两个短针的减针 先勾第一个 第一针里面穿针 拉线出来 第二针里面穿针 拉线出来 并针 这是第一个减针 然后我们勾第二个减针 第八行勾好之后呢 就剩下两针了 然后勾一个辫子针 我们勾第九行 第九行呢 我们就勾一个短针的减针 把两针并为一针 好 这样就完成了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勾第十圈 那么首先呢 我们需要沿着这个 六七八 这三行的边缘部分 每一行边缘部分呢 对应勾出一个短针 也就是说呢 连续勾出三个短针 第八行边缘 勾上一个短针 我们把这一针做好标记 这个相当于是 第十圈的第一针 然后第七行的边缘 勾出一针 然后第六行的边缘 勾出一针 在边缘部分 各勾出一针 那么勾好这三针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前面这六针 对应勾起来 每一个针眼里面 对应勾上一针 勾好之后呢 在这一侧 同样的在边缘部分呢 各勾上一针 第六行勾上一针 第七行勾上一针 然后第八行勾上一针 然后呢 我们再把第九行 剩下的那一针勾起来 那么加上这一针呢 这一整圈 总共是有13个短针 接下来的第十一圈 到第十七圈 就是不加针 不减针 勾这13个短针就可以了 螺旋的勾 不用进行这个引拔连接 那么为了避免 鞋子完工后 穿不到底部的这个情况发生 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这个靴子呢 穿到这个凸子的腿部 然后呢 再继续勾边 大家跟着我呢 一直勾到第十七圈 再继续勾起来 再继续勾起来 再继续勾起来